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狼 我这台车之前在漠河的时候大家伙知道转向机漏油了 然后我漠河没有配件当时也没法修 然后我到家之后买了一个转向机买了个种肠 为什么换种肠 大家伙有人说为什么不修呢 直接修换套油方便行了 因为我车的原来那个坚异很大 然后这回呢顺便我就直接把它换个新的 阶级大的时候在高速上开车特别费劲 不像说是正常人家开车把发线盘拔住就行了 我这个光把发线盘拔住不行 它还跑 所以说我就直接换个新的 这样以后在高速开车的话会省很多劲 把这个包装打开看一看 真结实 开车什么 包装的也是啊 里边放了一个烧沫的这个箱子 然后这个就是我这车的本机堵盘了 没有给带什么额外的东西啊 我那个漏油就是从这个位置漏的 这边是动力输出轴输出轴这边漏油 然后这边是那个方向盘的轴 这个是不是要重新弄一下 这个方向的定好了呀 这个好像 好像安不出它是带定位的 这个好像是 这好像带定位的错不了 就看这块这么安吧 感觉换着转向机拆上门没什么大用 感觉电瓶底下呢 转向机 这个是 应该是 拆这个左前轮 把左前轮拆一来 转向机就能看见了 就在那个位置 我看看几个螺丝在上面 应该是四个螺丝 应该是四个螺丝 四个螺丝应该是 这个两个三个 还有一个在哪呢 啊在这边呢 四个螺丝在这 然后把那边那个 卸了 转向机就能看了 还有油管 一会儿 好 是啊 青菜 肉 熟的 熟的 牛肉 熟的 白飯 一小时 比较 底 这个就是它的转向机了 在这个位置 需要先把方向盘那边卸下来 那是从那边 他们好要把它卸下来 要不然这地方有点好事 定店吧 要一会买新的吧 哎呀 关键这个还没掉了 哎 这回能很清晰的看到转向机漏油了 漏的还挺厉害 别说到没什么漏油 去转向机吧 这么大的螺池帽 本来我以为没有这么大班子 接着我32的班子我是有的 其实我最大的班子到五十几的班子 我都是有的 这个有着班子就好些了 给它一脚 下来 没睡什么觉 还好 因为我看来 这东西就好 11公里 有点水 我来说 你处理一下 你处理一下 我抓到水 你处理一下 你处理一下 我看来 是 我要快点 我看来 你处理一下 我每个人处理一下 我得蠻累死我了 这阻那阻症都大条 阻症都要有九九八十几垂啊 终于把它糟回来了 可把我累死了 用各种办法想尽了 Za吗这回 它不卸上面没法卸 这回卸上边 看着改 我底下这个杖西 撬棍堀子 各样的东西都预北上了 终于把它砸下来 卸上边 把它垫下来 我回忆,我回忆这个得涨下来 要不然这块,它也是挺紧的 拿涨锡,拿锤子,砸一下 油还不少呢,这一套 不行了,饿了 饿了,我媳妇说带我去吃米粉 走 我媳妇说带我开车拉着我请我吃饭 吃大餐 我可没带手机啊 妈呀,我也没大爷 那你叫啥请我吃饭呢 你压,把我压着呗 把你压着,怕人家不干才能吃 我问你干不干,你压我这 把我媳妇压这,你看能给多少 行不行啊 要人没用啊,我还得管饭呢 吃的不多 晚上还能帮你干活洗个碗啊 那行 这啥都没水啊 我俩把孩子弄家,我俩朋友出来出十米粉 他俩干嘛呀 吃饱了 回来了 充满店了,也可以接着干活了 两位圣人曾经说过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谁呀 谁说的 圣文 圣文 沃玛和巴塞德 你在哪儿的? 我也不知道你呢 我爸和我妈说的 沃玛和巴塞德吗 我咋没听着说过 干活呢 给他做了个技巧 然后把方向盘 两面打一会儿 打死 两面打死 把那个转移机里边的油排进 好 好 差不多能出来 好 哎哟我的妈 拿出来了 太没进来 这是我的转向机 把新的拿出来 等一下 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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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几个螺丝拧上 把这几个螺丝拧上 快了 也算挺顺利的 没费什么劲 行 没跑 正好啊 定位正好啊 跟大一会儿说一下 为什么要定位啊 现在这个车的方向盘吧 不像那个老师的车 那个是随便转的 他这个 因为现在这里边有安全气囊 有的车这边还带那个多功能方向盘 还有喇叭 所以说他这块 不是像以前只有一个铁片做喇叭就行了 这里边是有一个那种油丝的 就是那种柔性的连接线 排线在这里边 如果你不按照他的位子来 你结果你多打几刷 把里边那个排线弄断了 喇叭就不响了 安全气囊也不关事了 一定要注意啊 你们自己要拆的话 千万方向盘要定好位 不要再乱转 好 拧油管 回油管还蛮好拧的 位置正好 不用动的 正好转行机里边没有油了 然后我上次在那个 墨盒的时候 想换这个仗几轮 因为这个没有啥 这个这个螺丝拧下来 然后现在这个螺丝比较松 顺便把它剪一下 把它卸下来 把它卸了顺便把仗几轮也拿出来 因为没有这个 合适的班子 卡在底下螺丝 我把这一把班子 好的二十七的扳手要给磨了磨薄了 现在也不知道能把螺丝抿下来 这个螺丝现在是 太紧了 它一弄就它跟着转 看能不能不下来吧 之前在墨盒的时候就因为它下不来 所以没换上 哎呦 这也太紧了 用这个套筒说啥没拧下来呀 上面不得劲没办法 刚刚出去买了一把呆霉 把班子喝班子试一下吧 看能不能把它 看能不能把它弄下来 就是这个螺丝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 终于把它拿下来 松开了 松开就不用这个班子了 就是拿着套筒就能把它拿下来 费牢劲了 把这个螺丝抿下来看看底下 应该是有地儿吧 地儿应该是坏了 垫片应该是坏了 把它拿下来看看垫片什么情况 好 上去边拿出来了 是一样 是一样 这个我买是原厂的 这个应该是副厂的 但这个轮可以用 溜着 我就发现这个车呀 被原车主拆的 无孔不入啊 包括这个地方都被他们拆过 为什么被他拆过呢 这厂原本是应该是有两个铜垫的 结果铜垫一个没有 我刚刚 出外边去买了两个铜垫 有时候要给它搁上 一压管这个管截头上不可能 然后 这个地方里边这个 OIN圈有点老化 混了 买了两个 换上 刚刚我就觉得我这皮带中久是不对 它皮带占颈轮的话 没有占颈多少 然后我从网上看了一下 这入风X8的皮带安装图 结果发现这个位置缺一个占颈轮 我在想 原来这个车主他怎么整的 竟然把这个占颈轮 都能够不安装呢 然后我这个 皮带这个 皮带这个 托轮上 系的这轮 然后这边是个仿佛洛斯 之前我换这个托轮的时候下了一个仿佛洛斯 幸好我没扔 正好把这个轮按到那上 哎呀 太有财了 这也 我现在怀疑原车主还有什么是他没拆过的 这回我把它装上 这个轮现在已经安上了 这回我看看皮带能到多紧 原来皮带太凶了 这回这个皮带安装的才对劲 这个这个位置现在从这边过来 然后过来 占颈轮的位置也下去了 现在皮带的紧度也够了 原来皮带的紧度总是觉得不够 原来是这个出了问题 嗨 咋整 好 随后把底下装上 怎么整 什么叫乌漏偏风连夜雨 转向机都装上了 厅堂都拿上了 结果 把那个支币往上一装的时候打方向不转 我一看 这个转眼机别处都一样 这个输出轴的花间比那个细 细了一点 现在问题来了装不上 以后跟商家联系吧 看怎么怎么吧 不容把这退了吧 反正这已经拆下来把它修一下这个了 修一下把这个流风修一下这个了 这还咋整啊 那妈呀 行了 今天到这明天接着弄吧 明天看看修还是怎么弄吧 不管怎么说也算有点成就 皮带算整完了 好别气